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像是川普第一任那个时候安倍晋三在做首相 跑到纽约去见他 坐他女儿旁边 跟着他去打小白球 然后呢 小跑步跟着后面在沙滩就跌倒 咕咚一下还赶快地站起来 继续小跑步跟上川普 电视都秀出来 很不可思议 甚至觉得很屈辱对不对 可是日本人觉得 这是 积极的表现 这是老大嘛 而且他个性喜欢这个样子 你就要附和他 因此日本 在两个月前 麻省太郎就跑到纽约去见川普 跑到弗里达去见川普 麻省太郎在 接下来九月份马上就是新的 九月底 日本的总裁 自民党的总裁 现在看起来小权进次郎 机会比较高 麻省太郎是不是也能够去 有一定的影响力 很难讲 但简单而言 日本跟韩国现在对于川普来 也就是认为川普会要他们增加 这个负担嘛 而且川普不喜欢 这个结盟政策 所以呢 他们会觉得压力大 而贺锦丽就是 败归贺水 贺锦丽的第一年 一定是拜登2.0 拜登2.0 败归贺水 所以可预测 稳定 而且支持跟美国的联盟 那川普呢 他的川普2.0 一定比1.0要更加的刺激 对不对 所以不确定很高 那这样子的不确定 我们再看 同样我觉得中国大陆这边 现在普遍的观点也是如此 至少这两位学者 刚好都是在9月初的时候 一位是达卫 他是清华大学 应该是一个中心的主任 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说哈里斯如果当选美国 中国总统中美关系当前的稳定将延长 所以他认为民主党的可预测性是高于共和党 也就是他认为川普 特朗普是不确定的 而中美关系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另外几乎同一个时间都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 因此都是联合早报的这个报道 一个是在一个论坛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RSIS的 这个智库的 这个会议当中 陈东小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 他用英文的演讲也说 特朗普如果再当选将给中美关系 乃至于全球秩序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冲击 所以 现在似乎从日本韩国到中国大陆到东南亚 大概因为就是在 你看到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个报道 以及在不同的会议当中 还有别人新加坡当地的会议参与者 我看的报道也有同样的观点 都比较偏好贺锦丽 哈里斯 而对于特朗普上来的川普2.0 会比较担心 太刺激了 这个川普2.0 他要大交易 因为川普喜欢交易 可是当那1.0的时候呢 这个交易已经某种程度的达成 而且拜登延续这个交易 比如说高关税 比如说科技战 比如说对华为的打压 比如说要这些国家 从北约到日本韩国的盟邦 多负担军费 那甚至呢 拜登后来要日本跟德国呢 分别把军费加倍 所以拜登在这些政策上 某种程度也是延续的川普 这昨天川普在辩论上也是这么讲 你就延续我的政策 什么你们的政策 你们的政策根本就延续我的政策 那可是他如果再当选 他这个川普2.0 那会加倍 你看 现在我们讲 60%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商品 被科了平均20%的税 具体讲是19.3% 现在川普说我要60%的税 60%的税 那不得了 加两倍啊 对不对 那他会不会说到做到 这个人是有点说到做到 但他这么说 其实这也是个bluffing 这也是一个威胁 所以你要跟他谈 那你要跟他浪 那你要拿筹码跟他浪 可是呢 他这种交易是 这种胁迫式的这种交易 如果你浪的不够 或者是你不理他 让他不满意 他就会大制裁 他就真的可能来个三成 五成六成的这个关税 所以你看之前刘鹤跟他谈的时候 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谈判 也是 也是他的这个策略 那这个到底对中美关系 对世界贸易 对国际安全是好是坏 我觉得现在大家 在自讨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态度 都很清楚 日本韩国的态度很清楚 安全的议题 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反对战争 反战的人 这一点呢 我们看 来 这也是这两天 AIT的前主席 博瑞光 他在一个就是华盛顿的会议当中 他就认为 这两天他说的 他说拜登在增进美国跟日本 韩国菲律宾等国关系上面 取得重大进展 川普对于这样的结盟关系 较不乐中 如果未来这个政策有所弱化 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当选 比较不受到重视 这个对美国的台湾政策 是不利的发展 因为之前川普在六月接受过 彭博商业周刊专访的时候提到 台湾偷走所有美国的金片生意 这当然不是真的 那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更多的防卫费用 也就是你要付这个保护费 那我的感觉在台湾民进党政府 跟共和党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跟共和党的关系很密切 你看到最近 英国的金融时报 还是这个经由 就美国的国安会白宫 透过英龙金融时报放话 来指责赖清德 所以依赖论有没有 他觉得赖清德实在是有一点不可控 可是赖清德跟民进党呢 过去跟美国的共和党关系很好 可是并不代表 川普都会听共和党的这些 他的官员或者是测试的意见 因为川普的个性很坚持 所以他在战争的这个层面 我对于这个博瑞光 他在讲说不利于美国对台政策 我画一个问号 部分也许 如果说你认为是 美国在亚洲的结盟政策稍微比较弱 因此不利于对台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不能直接画等号跟观点 今天的国家也不会真的就是说 来去帮助台湾 战争的时候来去协助台湾 或者是增加跟台湾在 就是平时的军事合作关系 没有看到啊 对不对 反而是在增加如何去撤侨 那因此呢 就代表说 因此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不利吗 那换句话说 博瑞光认为 美国的对台政策 可能就要 单向的自己来做 或者是川普根本 不会把台湾当作一个 代理战争的棋子 因为川普也许 他根本就不喜欢 不喜欢战争 他所以也不喜欢代理战争 这种论述其实也是有 可是呢 我是觉得 如果就算是有 你不要忘记 川普如果当选之后 他的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 而共和党政府是非常的反中仇中 你看看最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反华州 25项就是说相关的法案 禁止大江无人机 禁止明德时代 禁止孔子学院 禁止中国大陆的生计公司 这通通都是共和党的众议员所提的 通通都是 所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他就一个人在那边反战 但是底下的共和党 政府甚至共和党的议员 一定会对中国大陆更加的强硬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所以达卫跟陈晓东 一个是清华的教授 一个是来自上海的中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 在新加坡的发言当中都提到 他们比较倾向 Harris 贺锦丽认为他比较可预测 所以我觉得 现在当然了 你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我们对美国的选举影响是 微乎其微的 也不敢去做太多 在这种学者以外的 这种表现或表态 那你就介入到林安利政 对不对 那你会 这个时候会产生反效果 人家不管是谁当选 影响也根本出不来 可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态度 看着这样子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 一个是 因为毕竟美国的总统现在还是 不管是在经济贸易科技跟军事安全 对亚洲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当然你怎么 谁当选 你怎么样政策 我就怎么因应 这一定是如此 而在中美的这个竞争 其实不管你是谁当总统 美国总统 中美的竞争 不会有改变的 不会有改变 只不过是短期内稍微可预测或不可预测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冲击或影响 但冲击来又怎么样 冲击来并不代表 我的因应能力弱 而且对我的冲击难道对你没有冲击吗 所以为什么川普被叫川建国呢 因为其实你激励了我 华为今天的这个发展 但华为是失去世界市场 我觉得很快它会夺回来 因为还是要比产品比创新 可是呢 也的的确确 这也影响到美国 这也影响到美国 对不对 就欺商权嘛 所以谁真的对中美关系 长期的竞争会比较友好 比较好 是贺景丽吗 还是川普呢 您认为呢 我今天的分析到这边 那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